我们需要有份于神圣建造的工作 让神在基督里把祂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 我们需要对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有内底的经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朋友们平安喜乐 我是台北市二十二会所王秋立冠姊妹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将祂的爱注入我们里面 使我们能用这爱爱神并爱众人 因着家人和弟兄工作的缘故 我必须往返于两岸三地 早已不再有照会生活中正常的佩搭与侍奉 是主的爱和怜悯把我带到壮年班 且担任主长来学习牧养人 我生性胆怯也迷糊 生命经历也不足 面对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姊妹们 往往我会选择选择性的服饰 为此我感到十分的困扰也很沮丧 只能借着每天的五间祷告 在主面前恳切寻求 有一次上课 教师说我们是沙利 只要留在主耶稣这棒里 经历主分泌生命之浆的包裹 就能成为宝贵的珍珠 在一次祷告中 主启示我看见 我们就是那颗团体的珍珠 是主所保爱的 主的爱激励我 翻转了我狭窄的观念 除去我的偏好与限制 使我能在主的牧养中牧养他们 并学习在主柔系的爱中 关心每一位 是主为我量身定做这些可爱的姊妹们 来变化我并且扩大我的度量 如今我们都能彼此珍赏并顾惜 感谢主 壮年般团体的神人生活变化了我 毕业后我愿实时更新奉献自己 无论在哪里 都把自己交在主训练的手里 在教会生活中做一个祷告的人 在神的爱中牧养人 以建造基督的身体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我是高雄市照会 里兰月灵姊妹 北历比书三章十节 使我认识基督 并他不活的大能 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 磨成他的死 在照会生活多年 我有份于各样的服饰配搭 但因树林装备不足 邻里枯干乏力 今年三月 我及时进入了壮年班 得着教师们丰富的话语的供应与启示 成为我里面强而有力的分次 一天下午 我反复研读指示信息的内容 突然间 全人被主话浸透充满 在我里面 有了极大的翻转 在主话的光中 我领悟 唯有天天 经历十字架与纳林 磨成基督的死 才能成就神的金轮 主光照我 家庭中许许多多的难处 都是因为我的己还没有死透 于是我向主悔改 愿意学习顺服 以弟兄做头 赞赏他里面的基督 并做他服侍上的帮助者 现在 弟兄逢人就说 壮年般真好 以往 我忽略对女儿的牧养 现在 我把她当作姊妹们来服侍 陪她诚心 祷告 与她分享 如何写申言稿 来预备申言 现在 女儿成为我操练生严 最好的同伴 感谢壮年般的成全 使我拔高 对神圣真理的认识 并实话于日常生活中 今后 我愿意 在照会生活中 与弟兄姊妹 一同进入直视的说话 好完成神 终极的建造 让基督安家在心里 我们就被充满 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天后 感谢娘 每个儿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伍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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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